這也導致在這段時間以內有許多的團體與前輩不斷的發起相關的城抗 但是在每一次的城抗當中我們都遇到了強烈的阻擋 2011年立法院三讀通過了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92條的修正案 允許大型重型機車行駛於國道高速公路 但是時間一轉眼過去,在法案通過的10多年來 政府機關時時推託沒有任何想要開放的跡象 這也導致在這段時間以內有許多的團體與前輩不斷的發起相關的城抗 但是在每一次的城抗當中我們都遇到了強烈的阻擋 2022年7月1號我也響應了城抗,騎上了國道3號 在該次的行動當中,國道警察跟地方警力部署了重兵 在所有交道上面重重的嚴格把關,防止有重機騎上國道 雖然該次我成功的突破,但是事後我卻發現 警方把我騎乘平面道路的監視器畫面提供給媒體 這樣的行為讓我覺得是非常的噁心,而且也有一種被監控的感覺在 明明只是一個符合法律三讀通過的事情,但是我卻像是通緝犯一樣 被國道警方攔截沿路的監視器畫面,並且截取提供給報章媒體與網路媒體 甚至在我騎上國道隔天,我的所有親戚朋友都知道我幹了這件事情 也因為這件事讓我對執法機關還有相關單位是更加的失望透徹 而且也更加確信,我們如果透過正常的溝通管道 一輩子應該都是別想騎上國道了 也因此在今年七月份我收到通勤者資格的邀約之後 我馬上就答應了這件事情,讓大家見識見識 一整群重機騎上國道之後,對於台灣人普遍認為的駕駛數值不良 會有什麼樣的化學影響 而這就是我們這一次騎上國道的完整畫面 如果你想得出名,就得出名了 我都不會再幸運,要晚點日後 我會想問的人,我現在有多加時間 我會想多說,我會想過好的愛 我要求知道 不要再說,我會想過 沒有一些衝突的溝突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you don't sound tough hey man can i get a favor yeah sure i know i'll see you later sometimes i just wanna be a hater gotta wash down the top 40s with the chaser your voice starts feeling like a wave you wanna get away you better get in line won't go another day oblisten anytime i've got a lot to say can't hold it in this time got no filter no filter i go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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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filter 從剛剛的這段畫面大家就可以發現其實機車騎乘上國道什麼事情都不會發生 在2007年以後大型重型機車可以行駛於快速公路 在這十幾年的時間裡面台灣多數的駕駛者也有與機車共同行駛在封閉道路的經驗 也因此在這一次我們騎乘上國道之後周遭的駕駛人並沒有特別的突兀感或是看到驚奇動物一樣的反應 而是很自然而然的就與我們保持一個安全車距 並且共享著這條安全快速的道路 我們就這樣子流暢而且平淡的結束了這一次的行動 而這也凸顯了一件事情 高工局跟交通部多年以來阻止重型機車上國道 不管是以安全為理由或是以名義為理由 其實都只是一個假象 在這一次的行動之中我們再一次的證明 一整群重型機車騎乘上國道跟著車流走是非常安全而且沒有任何衝突的 在影片的最後我們也要感謝一下國道9隊 由於當天他們正在專心的阻止重型機車合法停放於汽車隔位 因此調集了大部分的警力在實定休息站 也讓我們這一次的行動可以在沒有任何警方的阻牢之下就順利的完成了 在事後國道9隊也是比照通氣犯的規格沿途調閱監視器 甚至用平面的監視器開出了罰單 那在這邊也要謝謝我們這一次行動的乾爹 極限專賣的Eason贊助了所有罰單的金額 另外在11月26號全處會也將舉辦包圍交通部的行動 在本次的行動當中除了有國道相關的議題之外 也會有白牌機車入權解禁的相關議題 因此在11月26號這天如果你的時間許可 請務必站出來一同響應爭取權益 那麼本次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在此再次感謝所有與會的人 還有邀請我加入這一次行動的同情者之歌 我們下次見謝謝大家掰掰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